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好久不见 你干什么去了 我这不躲新冠病毒去了 没躲看 到了夏天了 好像这个病毒没下去 全世界都受到不少的影响 没关系 我也看 咱不躲了 回来咱们继续做视频 做什么内容 是这样 在躲新冠的这段期间 Ubuntu发布了最新版本 20 对吧 2020年真的是多事之秋 这是后话咱们以后再说 今天我就想基于Ubuntu 20这个平台 咱们安装一下我常用的工具 今天我先安装Node.js 因为今后的课程 我想都基于20给您讲解 发布 Node.js是我最常用的软件 同时NPM也是我最常用的 包括20里面的最新的python 是支持到了3.8.2 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 如果还没装Ubuntu 20的朋友 推荐您安装 好 咱们看一下我的课件 今天的咱们课件的标题是 新环境新开始 在我Ubuntu 20的基础上 咱们装下Node.js 好吧 咱们先看一下Ubuntu 20的桌面 大家请看 非常的漂亮 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扁平化的设计 所以说我真的就是喜欢Ubuntu 有朋友说你不开心用Deep In了吗 不用 我只是进行安装 好 咱们试试 今天的支持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基于Ubuntu 20.04 LTS版本给您讲解 咱们干什么 咱们装一下Node.js的最新的LTS版本 V12 好吧 如果还没装Ubuntu的朋友 您通过这个网站进行安装 这是我给您总结出来的这两个软件的官方网站 好吧 OK 那咱们先一个个看一下 从现在开始 我想要给您准备一系列课程 包括最基础的网页开发 同时还包括AI的课程等等 我都在这个计划当中 今后我会更新下去 大家说小马是不是这个视频频道不更新了 不是 咱们还会更新 请放心 大家请看Ubuntu的官网 做得非常漂亮 向下的朋友点这个Download 这个地方是桌面板 我现在用的是桌面板 然后咱们再装个桌面板 两个都用 非常的不错 OK 咱们再看一下弄的GS 这是它的官网 这个是根据您的浏览器设置的默认语言不同 它给您充定相当不同语言 像我这个是英语 所以这地方它就是英语 对吧 根据您的浏览器 这会发生变化 咱们就装这个最新版本 12.xxx 好吧 怎么安装 大家请看 我给您总结出来 在我的课件当中 安装使用 用这两行命令就能够安装 到这个时候 有朋友就问了 他说 我通过你这个视频 介绍了这两行命令 就能安装了 对吧 那么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个安装命令的 对吧 我给您说一下 我把原理告诉您 这两行命令 我是怎么得来的 对吧 好 咱们试试 回到这个Note.js官网 咱们点击这个下载 为什么 因为咱们点击这个下载的话 它会默认下载 您当前的OS的版本 咱们不这样 咱们要明确的指定 我要装Ubuntu 还是装Mac 还是装Windows 对吧 那咱们该怎么做 咱们在这个下载画面 咱们点击这个 Other Downloads 好吧 咱们点一下它 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对吧 今天我要下载的是 Ubuntu的版本 就说 我该在Ubuntu上怎么安装 那咱们怎么走 往下看 这个地方 叫做安装Note.js 通过Package管理器 包管理器进行安装 因为咱们Ubuntu是通过apt管理 对吧 咱们就点击这个地方 点击 好 咱们找这地方 Ubuntu出来了 再点击进入 大家请看 如果咱们想安装Ubuntu的版本 要通过NodeSource的包进行安装 那么咱们在这地方还比较麻烦 再点击一次 进入到GitHub 在GitHub里面 咱们看 这是NodeSource的网页 GitHub 对吧 它支持了这么多个版本的包管理器的安装 咱们找Ubuntu的版本 咱们找 往下走 这地方 大家请看 Diving和Ubuntu 咱们点击 这也是说 它给咱们做这么多包支时 装哪个OS都可以 大家请看 咱们这次用的2004RTS 也在当中 对吧 OK 咱们装 往下走 好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你如果想装14的版本 通过这个命令 如果咱们想装12 因为咱们想装是RTS 最稳定版 咱们就通过这两个命令 进行安装 大家请看 如果您是Ubuntu 走这个 如果您是Debian 走下面 咱们今天是Ubuntu 所以说 就走这个 这两行的命令 我就把它拷贝过来 放到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您知道我是怎么拷贝这两行命令 不是我自己敲的 对吧 官方支持 好吧 那咱们试一试 马上安装 开一个terminal 没问题吧 把字体放大一点 OK 然后咱们拷贝 咱们先把这个Node.js的12的库 装到咱们系统当中去 这需要输一个口令 稍等 你看 大家请看 因为我现在是最新的这个Ubuntu 所以说还什么都没有了 没办法 咱们先把停一下吧 咱们先把这个curl装上 这个咱们还没装 OK 我的密码就是那种无敌八倍 我记得我做过一个这个最弱密码的排名 排名第一的密码是什么 你还记得吧 对 12345678 好 显然少叙 咱们再来 重新 装 这个是更新咱们本地库 更新完之后 咱们就能够通过这个Node.js给它们提供的服务器进行安装 这个地方说 你要想做原始的插件 还需要装这个C++ 这咱都不逛 如果说你要不想用这个NPM 想用这个样 你装它在下面去装样也行 咱们现在不用 我习惯用NPM 好 那咱们第一行更新完数据本地的信息库 第二行咱们进行Note.js再装 咱们装一下试着看哦 G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完成 然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安装成功 咱们敲一个node 怎么大写了 稍等 咱们敲一个node 然后打上一个-v 看一下它的版本号 1218.1 和官网应该是一致的 咱们再看一下 没问题吧 长期支持版 可以 然后最重要的 咱们还是要用它的npm包管理器 614应该也是最新 OK 这就是大概我今天给您准备的 视频的内容 其实没有什么 主要是跟您汇报一下 小马视频并没有停更 然后呢 今后我也会在我的频道上 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课程 包括一些最新的新闻分享给您 然后最后 这个视频本来就可以结束 但是结束之前 我想在咱们看一下 咱们Ubuntu 20 给咱们的python的最新版本 对吧 这也是我想用这个 Ubuntu的原因之一 因为它支持到最新的版本 大家请看支持到3 对吧 咱们敲一下3 然后加一下python的这个-v 看一下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最新的版本是3.8 那咱们今后 就基于它进行安装 我想接下来 再给您做一些 关于这个python的课程的时候 我再给您讲一些 非常有趣的python的包 这个咱们放到今后课程中去做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并且向您回报 小码视频并没有停更 今后我会继续更新 下面是我的官网 这个是我的GitHub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好吧 那么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